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一下高一物理龙藤板106页范利尔 变压器的原理 那在讲这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变压器 变压器是这个情况 主线圈通以交流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电流磁效应 会产生不断来回变化的磁场 那么这个来回变化的磁场呢 会透过未被磁化的软铁心的传导 那么这个磁场呢 将会像下面这个箭头一样 不断不断的来回变化 传导到右边的副线圈当中 那么副线圈被通过来回变化的磁场 它在它的这个线圈上啊 就会产生出感应电流 所以呢 在副线圈主要的人理叫做电磁感应 在主线圈的原理呢 叫做电流磁效应 这样子 好 那么在变压器还有另外一个特征 它的特征就是说呢 这左边主线圈跟右边副线圈的电压比 其实就是主副线圈的磁数比 比方说主线圈啊 它如果磁数是50磁 副线圈磁数是30磁 那么主副线圈它们的电压比呢 也会是5比3 这样子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题目 关于这个变压器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电源用于提供主线圈 电流 对没错 而且是交流电 用以产生磁场 好 可以用交流电或直流电 直流电不行 为什么直流电不行 如果说今天在电源部分提供直流电的话 那么在主线圈产生的磁场 就是永远都视同的方向 那既然磁场是同一个方向 当它通过副线圈的时候啊 副线圈感受到相同方向的磁场 在副线圈当中 磁场无变化 就不会有感应电流的发生 因此直流电是不能用来变压的 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看B学校 主线圈是磁场的主要来源 好 对没错哦 因为电流磁效应 在相同电流的情况下 那如果我们今天电源的 供应的电流不变 供应的电压不变 那么如果说主线圈的磁场越多 产生的磁场就越强 对不对 对没错 你要把主线圈想成是一个螺线管 这个螺线管呢 它产生的磁场会跟单位长度的磁场成正比 因此当加速越多的时候呢 那么主线圈产生的磁场就会越强 这样子 好 C学校 对不对呢 答案是错 如果左边产生的磁场的方向呢 是不断的来回在改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我们有变压的效果 因此呢 方向是不断来回在改变而不是固定不变 好 逐选项 当负线圈的磁数增加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值会怎么样呢 答案是也是增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扎数比 主负线圈的扎数比 就是它们之间的电压比 如果今天主线圈扎数是50扎 负线圈扎数是30扎 那么它们左右两边的电压比就是5比3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负线圈的扎数提升 让它变成100扎 那么就会造成什么 那就会造成升压的效果 主负线圈这个时候 它们电压比就会变成50扎100 就是1比2 那这样过去的话呢 它就会主线圈到负线圈传递之后 负线圈的电压就会比主线圈哪样 还要来多 所以加速增加时输出电压就会上升 接下1选项 用来缠绕线圈的铁心 这是一个软铁心 也可以用塑胶棒取代吗 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铁心主要是要传导磁力线用的 它可以被磁化 所以可以传导磁力线 如果今天用塑胶取代 塑胶是没有办法被磁化的 就没有办法传导磁力线 那么如果你今天用塑胶来取代的话 负线圈将不会有任何的感应电流发生 那这一题范例讲完之后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下面的马上练习 人们利用变压器将电压升高或降低 而变压器的应用使得发电厂不用再设在住家附近 下列关于变压器的叙述 何者正确 选三个 A变压器的环形铁心是什么磁点呢 是暂时磁铁 是软铁棒 因为它主要是要被磁化用的 你不能拿一个已经永久被磁化的磁点 来当它的中间的铁心 不然这就会造成磁场传递上的困难 你要用一个没有被磁化的 B变压器能变压与电流的磁效应有关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在主线圈发生了电流磁效应 副线圈发生电磁感应 C变压器能变压与电流的什么效应有关呢 答案是磁效应不是热效应 Z变压器能够变压与磁场改变时 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有关没错 它今天讲的产生感应电动势 是在副线圈发生的 我们又称感应电动势叫做感应电压 那么有了感应电压之后呢 就会有感应电流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讲感应电动势 因为这个是高三的内容 我们高一只会说它产生感应电流 但实际上呢 是产生了感应电动势之后 而这个电动势啊 再去推动电流 这样子 好 一选项 变压器可以使两电力系统 不需直接连接就可以做电能转移 没有错哦 它讲的不需直接连接 是因为它们是用间接的方式连接 它们用铁心的方式啊 来连接 所以呢 主线圈就可以把它的电能传导到副线圈去 因此这一题就要选B珠E 我来说明天的电能传导到副线圈里 我来说明天的电能传导到副线圈里